而在这场重大事故当中 也有许多令人感动和鼻酸的故事 以下是我们整理的综合报道 我在旁边休息 然后我老当在玩手机 他玩完手机 他不来丢给我 这个后面丢给我每多久 他就被这样夹住 然后现在另外这只脚已经变成这样 回想事发当时 边说边用手试累 杨小姐心碎到无法言语 双脚甚至一度瘫软 要人搀扶 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 上一秒老公还活生生 在眼前玩手机的画面 下一秒竟然就成了夫妻俩 最后互动 天人永别 我已经有点昏昏了 可是我还有抓住我丈夫 可是他还是走掉 然后他就这样走 拍鲁哥号脱轨的第一时间 杨小姐33岁的丈夫 用自己的肉身 紧紧护住心爱的妻子 让他平安活了下来 自己却不幸牺牲 妻子恢复意识后的那一瞬间 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 冰冷躺在自己眼前 他完全是变形的 当下是看到我的老公已经躺在那里 对 已经没有 会起心跳了 杨小姐获救时 背部也因撞击鼓裂 但他早已忘了身体的动 因为心里的痛痞伤势痛上好几万倍 顾不得自己伤势严重 只想赶紧到殡仪馆 见丈夫最后一面 丈夫已经过世了 当场是 所以第一时间我没有先来看这种 我先去认识 去把我老公先认得来 悲痛认识 不舍与丈夫就此永别 隔天一早在赶父灵堂陪伴 泰鲁阁号脱轨撞碎夫妻 让原本幸福的家庭再也无法还原 记者综合报道 拿着手机拨打着儿子的电话 虽然铃声响起 只是电话的另一端 再也听不到儿子接起的声音 外表粗犷 他是翻车意外中不幸罹难的刘亦诚 去年毕业后刚考上长荣海运 年轻轻轻 前途一片美好 去买了战票搭上死亡列车 做了好工作 对不对 而且他们上次很器重他 对不对 这次是回来台东要做 他们就是清明年假 现在回去就跟我 又可以去拜祖先什么的庙 我还教他说 还买这边那个好的酒 我去拜祖先来说好 刘爸爸上心欲绝 事发当天一早 双方还通过电话 因为父子俩能好好团聚 直到11点半还没看到人 才意识到出事了 9点多一点是还有啦 等到在10点多 他们通给打过去就 就没消息了啦 就打不通了啦 因为那时候已经发生了嘛 罹难者买了战票 一次站在第八 或是第七的死亡车厢 让刘爸爸心痛 呼吁台铁 告诉列车 不要再卖战票给乘客 听到消息就赶来花联殡仪馆 在警方引导来见儿子最后一面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场事故造成多少家庭天人梦碎 只希望悲剧别再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 得知未婚夫不幸罹难 苏玉明的黄姓未婚妻 抱着两人的定情物 雪宝娃娃 哭到不能自己 需要旁人帮忙搀扶 成功大学毕业 在台北医疗器材公司工作 34岁苏玉明 事发早上买到这班 泰鲁格号战票 要回花莲扫墓 并和家人团聚 9点多 哥哥就在花莲火车站 准备接弟弟回家 但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发生意外后 家属问骗医院伤者名单 都不见苏玉明的名字 后来我晚上查到后面都没有 因为它是比较后面的 对 后面才液 就是把液才液出来 应该12点 12点多 苏玉明确定罹难家属 心都碎了 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意外 从此天人永隔 因为他在找 比对DNA的角 对 如果找到了 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接回去 等修复完成 就可以把它接回去 热爱户外活动的苏玉明 脸书上满满都是 他和未婚妻的 甜蜜合照 两人原本下个月 就要结婚 婚纱都选好了 喜帖也发出去了 没想到却发生事故 未婚妻难以接受 家属现在只希望 完成DNA比对后 能把苏玉明 完整的带回家 送他走完 最后一程 记者最后报道 救护车一趟又一趟 把伤患送进医院 台铁泰鲁格号 发生重大事故后 花莲各大医院急诊室 生患不断涌入 救护人员忙进忙出 和时间赛跑 只为挽回每个宝贵的生命 谁也没想到 在危机时刻 竟然有人经历了 生命中最痛的相遇 国军花莲医院一名造福员 当时被调派到急诊室协助 看着眼前50岁 没有生命迹象的病患 被送入医院时 认出就是自己救救 即便内心悲痛不舍 仍然坚守岗位 医院同仁形容 这名造福员戴着口罩 只露出双眼 但口罩挡得住表情 却止不住眼角的泪水 他努力控制情绪 继续协助其他伤患 令大家钦佩又不舍 医务人员第一时间 投入救援行动 而院方也透露 这次事故发生 以第八节车厢死伤最惨重 面对至亲奏事 罹难者家属们打起精神 一个个心碎故事 不断传出 也让所有人为之比酸 记者纵报道 骑着机车不停赶路 花莲慈激医院护理师 土秉旭 同时也是消防局特搜队员 不是救人 就是在救人路上 2号一听到 泰鲁阁号出意外 二话不说 立刻换上救难装 急奔现场协助救援 消防那边特搜 以简讯过来的时候就 那时候是直接跟着 他们器材车一起到现场 也只能说很难过 可是在这种难过的当下 我们想的是说 能够再多做点什么 52岁的他 急准资历21年 近年投入无数搜救工作 不过这次事故 惨况非同小可 向进入车厢救援 难上加难 因为车体都被挤压变形 许多乘客 皮开肉绽 头部重创 犹如人间炼狱 我们才讲他应该是战票的客人 然后整个腿是 整个是被夹住 然后也整个腿是烂掉 到最后 真的那个病人被我们抢救出隧道之后 他还是呈现一个冰死的状态 讲着讲着 眼眶逐渐转红 目睹生命在面前消逝 却无能为力 他感叹 如果时间能重来 一定会做得更好 第一次隧道型的经验 可能大家都随机应变 如果我们再遇到再一次 这个病人 我们真的再遇到再一次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握就把他救回来 这个 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努力的 一大早赶赴现场救援 下午4点一到 涂秉旭又赶回医院值班 接手救治事故伤者 更透露其他急诊护理师 也纷纷消假上班 坚守岗位 燃烧医疗魂 奉献一己之力 为意外注入暖流 记者最后报道